恭贺陛下成功打下欧洲疆土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欧洲成为我大唐的一部分 这件事情是该值得庆祝一下 这样吧 朕下令 全国放假 无论官商都休息三天 第二天 苏晨礼二看见程楚墨一脸黑眼圈 楚墨 看见我们还不行礼 你怎么像丢了魂似的 陛下先生 我昨晚熬夜点灯备课 又批改作业 整宿没睡 一会儿还得去给孩子们上课 楚墨 全国放假三天 你不知道吗 什么 放假三天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前天 朕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的 怎么 这事你不知道 什么 有这事 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啊 陛下前天宣布的那今天岂不就是最后一天了 哎 老李 楚墨当老师也好久了 你当初不是答应了他 熬过一个月就给他放假吗 干脆啊 一起多放几天吧 我说过嘛 陛下 您说过的 既然朕说过 那就许了 嘿嘿 多谢陛下 那个先生 能不能送我去找诸卫生员 我都半年没见到他了 也不知道他好不好 好好好 没问题 系统 打开时空之门 多谢先生 多谢先生 抗战时期 小猪同志 小莫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一走就是大半年了 家里有点事要忙 这不刚处理完 就来找你了吗 陛下末拿出一枚戒指 我精挑细选准备的这枚戒指 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陛下末加油 你能行的 小猪 秉人纱布不够了 咦 这位同志是 这是小成 以前的一个朋友 什么 我在诸卫生员心里的地位 竟然只是朋友 小猪同志 这位同志是谁啊 我怎么没见过 小莫 忘了给你介绍 他叫赵丽 是我的未婚夫 神 什么 小猪同志 你什么时候有的未婚夫 你之前不是单身吗 就在一个月以前 嘿嘿 我也是一个月前 见到小猪同志后 茶不思饭不想的 鼓起勇气表白 没想到 小猪同志就答应我了 小成 到时候可要来喝喜酒啊 喝喜酒 怎么会这样 难道真是天意弄人 每次到我鼓起勇气的时候 爱情都会与我擦肩而过 大唐 很快 到了李太前往欧洲 建立欧唐帝国的日子 父皇 母后 先生 皇帝 你们回去吧 不用再送了 臭小子 非要去什么欧洲 离家那么远 放心吧 皇后 太儿去是当帝王的 这小子要是想回来 去欧洲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修建铁路 等以后 咱们造飞机建机场 咱们再一去一回 可就方便多了 二礼 临走之前 我送你一份礼物 这可是常了得知你要离开中原 亲自选了一块上好的玉 手工雕制而成 多谢先生 多谢皇妹 好了 臭小子 快走吧 要是再走慢点 估计你母后会舍不得你走了 我走了 父皇放心 我一定会在欧洲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 人生何处不分别 道别完 李太自此踏入欧洲之道 众人也都明白 此去一别 恐怕这一辈子 能见到的次数都屈之可数 酒馆内 李二苏陈老房再次汇聚 贤弟 你还记不记得 你 我 老房 当初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这张桌子上 记得 怎么不记得 刚见面第一天 你们就吃了我一顿白食呢 哈哈哈哈 你小子 当时还不是用李白的时装逼 要不是正确了现代 还一直被你蒙在鼓里 陛下 小郎君 这一切都是缘分了 要不是有当初的相遇 咱大唐哪里能有今天的辉煌 来 敬人份 三人同时举杯 丁 恭喜宿主 成功将大唐时间线 彻底改造成一道全新的平行宇宙分支 全新的平行宇宙分支 什么意思啊 丁 在宿主的能力下 全新的平行世界成功诞生 奖励宿主100亿货币值 并奖励宿主长生不老药三科 腹下可延寿三千年 长生不老药 狗系统 你这长生不老药 该不会像上次一样有副作用吧 我可不想像高妖他们一样 放好几千年的屁 狗宿主放心 此次的长生不老药 已经是完善版本 乃是未来高科技的尖端产物 那不错 三千年 这跟永生没啥区别了 宿主注意 长生不老药 只能给服用者延长寿命 无法做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贤帝 什么情况 看你挺高兴的样子 老李啊老李 你们这些皇帝不是都苦苦追寻先方长生吗 如今长生不老药 我又有了 什么 贤帝 此话当真 你手中又有长生不老药了 没错 几颗 不多不多 也就三颗吧 三颗 嘿嘿 那个 贤帝呀 老李 这药可只有三颗 你可想好了 要不要吃下去 长生的诱惑 谁能顶得住啊 老李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长生了 当你以后看见嫂子李氏 你的儿子和女儿在你面前老去 你的心还能安定吗 你能忍受这份痛苦吗 而且 当你拥有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百年之后 你必须隐心埋名 否则 就算你是皇帝 恐怕也会不得安生 这 哎 行吧行吧 真就暂且先不吃这长生药 咱考虑考虑 长生不老药 你们都不吃 可以给我吃啊 下午 苏晨正在晒太阳 而许久不见的袁天刚突然现身 师父 刚子 是你啊 吓我一跳 你怎么年轻了许多 我都没认出来 还不是多亏了师父您给的神功啊 啥玩意 这就是天才与凡人的区别吗 十本九块九包裕的武功秘籍 他都能练成功 你找我有啥事吗 师父 听闭下说 师父手上有一颗仙丹 知了可延年益寿 不知 师父能否拿出一颗胶给我